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Hello 大家好 我是秀 今天我们来谈越界建筑 我们欢迎今天的嘉宾 吴一新律师 大家好 我是吴一新律师 吴律师我想请教 我们观众有一个提问 就是他的土地被他邻地的人越界建筑了 那他该怎么办呢? 其实假如说他的土地被越界建筑 其实在我们一般的食物上面 大概会有两种解决方式 第一个解决方式大概当然就是 他刚发现的时候 他要寄一个纯真信仰 可以去告知说 现在有在新建的这个地上 我的邻地所有权人 跟他说你已经有越界建筑了 那假如这个邻地所有权人 还不理会他继续盖 他盖完之后 这个地主就可以直接去提起一个诉讼 叫做财务还地的诉讼 那财务还地的诉讼 在进行到诉讼期间 法官大概都会认为说 其实他建屋已经盖好了 既然建屋已经盖好 他会要完整 这个建屋的一个完整性 所以会不希望把这个建屋拆除掉 既然不希望这个建屋拆除掉的话 他就会建议双方当事人说 你们要不要用市价把这个土地买回去 越界建筑的范围买回去 然后就直接去做分割 那这时候假如说地主同意的话 那当然法院就直接去劝双方 然后就写调节笔录 可是假如地主不同意 或是说现在这个越界建筑的那一方 占用的那一方他不同意的话 当然法官就只能判人 因为变成是 譬如说这个越界主这一方 他就说我现在没有任何的资历 可是我愿意用补偿的方式 去跟你租这一块土地来做使用 那这时候当然假如地主同意 那至少 至少就可以解决双方的一个问题 可是会变成是因为 我们的租金的给付 会按照土地法的规定 他可能就是用申报地价 然后去计算百分之十 大部分的法官都会用申报地价 去计算百分之十的租金去做计算 这个对于地主而言 是非常小的一个定义 所以有时候大部分的地主 大概都不会同意用租金的方式 所以还是回到第一个方法 就是到最后还是会用分割 用市价去做给付 然后市价分割了之后 地主就可以取得这个价金 那刚刚有提到那个纯正信函 现在有些法官他会认为说 假如地主一开始 你就有保护到你的权益 那你在记得纯正信函 后来又提起这个诉讼 有时候法官反而会 比较站在地主的那一方 今天假如这个越界方 越界林地的所有群人 他不同意 譬如说市价假假设是十万块 他只愿意说我用五万块来跟你买 这时候法院认为说错 一开始错就是你 地主也有告知你 发言告知你了 你现在还要求用低于市价的价格来买 不合理 对不合理 所以法官大概会认为说 这个比较不合理 所以可能还是会劝买方 就劝这个越界建筑 越界建筑 然后用大概跟市价差不多 或高于市价的金额 跟这个地主买 这样也比较可以解决的 解决双方的一个纷争 谢谢吴律师的解答 如果民众还有任何 越界建筑的问题 欢迎在下方留言哦 拜拜 拜拜 如果您有任何法拍买卖继承持分的问题 欢迎在下方留言或者与我们电话联系 我们很乐于为您服务 记得订阅按赞加分享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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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